前面讲到的是线径转换嘛 就何为线径转换 那为何不是线径转换 那如果说他已经知道 他线径转换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说 那他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Properties of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他有什么特性呢 这是一个理论嘛 就是一样是我们整理出来 它的一个特性变成一个理论 所以假设这个T是从大V向量空间 进到大W向量空间 它是一个Transform Transformation 那它是线性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接下来它一定会满足下面的性质 第一个性质就是说 0线径在大V向量空间 转换过以后 变成0线径在大W向量空间 那这里头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 其他的非0线径 在大V向量空间 转换到0线径在大W向量空间 还可以有其他的 但是一定确定是说 0线径在大V 就会转换到0线径在大W 这样才会是性性的转换 那第二个性质它说 假设是负的V向量会等于 转换会等于 负号乘上负1倍的这个V向量的一个转换 那第三个性质其实跟第二个性质有关 它说如果是U向量减掉V向量 那它会变成是U向量的转换 再减掉V向量的转换 那实际上这个概念上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把T of U向量减掉V向量的一个转换 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是相交 所以是T of U向量 然后再加上 这个T of 负V向量 然后呢你再讲 利用这个B这个性质 可以把它负V向量换成这个 负的T of V向量 所以它变成是 等于T of U向量 然后再减掉T of V向量 所以C的性质跟B的性质是有关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example 它说假设T是一个线性转换 反正我们现在 就是任何的转换 只要它是线性 我们就写成这个符号是T了 那它是从什么 从二维时空间 怎样转换到这个多向式 最高是二次了 那它的转换我们先 这个了解到说 它可以把这个E1 E这个类似一个coordinate XEYE 把E1这个向量 转换变成什么 变成2-3X加S平方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多向式 另外把23这个向量转换到1-S平方 那现在要问你说 -1-2这个向量 转换以后变成什么样的这个多向式 然后A跟AB 这样的一个向量 转换以后又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多向式 那既然它是一个线性转换的话就这样 就一定可以用线性叠加的概念来处理 所以第一步我们来处理-1-2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1-2这个向量呢 你就要先把已知的 已知是E1向量跟什么 跟23向量来表示-12 所以我们先去找一下说它 它是不是C1被的E1加上C2被的23 那在找这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用前面所学的什么 所学的这个线性怠数的这个运算 用矩阵的运算 所以你可以讲你可以写下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C1加上2倍的C2 等于-1 然后另外你 第二个这个Component你可以得到C1加上3倍的C2会等于什么 等于2 然后你再去做这个线性的这个Row Operation 列运算 然后最后找到C1C2 C1就是-7 C2是3 那找完之后我就可以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线性转换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 它换成这个 刚刚的什么 -7它的是T1 所以是2-3x加s平方 然后23的转换是1-s平方 那它们本身的线性组合就是-7倍跟3倍 所以再把它整理起来 你就知道-12的转换会转换出-11加21x-10倍s平方 那这一样是一个多项式函数 然后最高是2次方 那如果有任意的AB向量的一个转换类 那这时候一样 你就把AB呢 把它表示成11跟23而已 所以呢,接下来就要把AB 把它表示成123 那表示成123 其实也是 我们之前的这个 所谓的线性代数的算法是一样 所以你这时候一样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C1加上 我写在这边 就写一下C1 加上2倍C2等于A 然后另外一个是C1 再加上3倍的C2就等于B 那你把它的所谓的这个 Coefficient 它的这个系数 变成一个矩阵 写下来就是1213 那你把它写出它的Augmented matrix 就要这样 加上这个Scholar就是AB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做列运算 列运算以后把这个 这个Coefficient系数变成1001 变成identity 那这时候这AB就变成3A-2B 然后B-A 那前面这个 这个 1是什么? 1就是C1系数的意思 1是C1系数 没有红色写 然后这个 第二行是什么?是C2系数 所以C1就等于3A-2B C2等于B-A 所以概念上就是说你的转换 就可以这样 变成3A-2B 乘上什么? 乘上T of 1 1的转换 就是已经转成2-3S加S平方 然后再加上B-A 乘上什么? 乘上T of 2 3的转换是1-S平方 所以把这两个做一个叠加 叠加出来后就是这样 最后你的这个函数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Theorem 它说 假设有一个线性转换 从大V向量空间到大W向量空间 那现在假设有一个什么? 有一组 这个大V向量空间里面有一组向量V1到Vn 那它怎样? 它展开了大V向量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 把这些向量全部做转换 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 变成是什么?是 就是Range of T 其实就是什么?就是 转换过去的这个范围 就组成了这个转换过去以后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把这个V1向量做转换 V2向量转换 一直到Vn向量做转换 那转换出来的这些这个向量 就这样 就会构成了这个 转换过后的W向量空间 好,那前面讲的是一次转换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 转换过后再转换第二次了 那多次转换 我们就叫做Composition of 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是做类似一个的组合 组合起来 先进转换的组合 好,所以假设 假设T是大U向量空间到大V向量空间 那是一个T转换 然后有一个S转换 是从大V向量再到大W向量空间 那它们都是线性转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 那它的组合 S跟T的组合 就把它写成什么?写成S 然后一个圈圈T 那这跟我们前面所学过很像 就是一个圈圈就是一个组合的概念 那实际上S跟T这个组合 它的转换 把U向量 是原本是大U向量空间 那转换过之后就变成 变成就到大W向量空间去 那它的概念上就可以先是T转换 再讲再做S转换 好,那定义完以后 我们就要看一个example 去了解这个两个以上的转换 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组合 好,比如说 假设第一个转换叫T 是从二维时空间 进到什么? 进到这个多向式最高是一次 然后第二个转换是S转换 是从多向式最高一次进到什么? 进到多向式最高是二次的 那它们都是线性转换 然后接下来看它的定义 这个T转换就是把AB这个向量 变成A加上A加BX 那S转换就是什么? 就是把原本的这个PX在乘上X而已 所以这是S转换 那请你去找一下 如果是这个S跟T转换的组合 我这时候把这个向量3-2 然后做一个转换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 其实就是多向式 变成什么样多向式 那另外如果是AB任意的一个 A跟B向量 那这时候它会转换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多向式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就这样就是 先用T转换再用S转换 然后来把3-2这样的一个向量 把它这样 最后把它转到P2 就是多向式最高是2次4的这个向量空间里面去 好所以 先做T转换的时候 会讲会进到P1 所以我们就先做一个计算进到3加X 然后再讲 再做一次做S转换 所以再做一次S转换就是什么 就是把3加X乘上X 所以变成3X加S平方 进到P2的空间去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把A跟B先做T转换 所以一样到这个最高一次的这个多向式 然后再来呢 再做S转换的时候 就会到什么 到AX加A加Bs平方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先做这个T转换再做S转换 就是S跟T的这个组合的一个转换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的转换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说 假设T是从大U进到大V向量空间 然后S从大V又怎样又跑到大W向量空间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 这时候的组合 S跟T的组合 它就是直接从大U mapping到大W的向量空间 那这样的一个组合 我们就说因为前面T跟S都是线性转换 那这样组合呢 两个线性转换的组合也会是一个线性转换 那我们未来会讲 会把这线性转换 把它写成一个矩阵的运算 那我们之前在算这个矩阵运算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 有一些矩阵可以找到反矩阵 那对应到如果有反矩阵 那这时候原本的这个矩阵是线性转换 那反矩阵就会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逆转换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一个Inverse of 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是线性转换的逆转换 那它有一个定义 它说 Linear Transformation 一开始一个线性转换如果是T 那它是讲 它是从大V向量空间到大W向量空间 那我们说这个转换如果怎样 如果是可逆的 It is Invertible 那如果可逆的话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特性 它说 If there is a Linear Transformation 假设有另外一个线性转换 它叫做T' 所以这个T'就代表是T的什么 T的逆转换 那这T'就完全把大W向量空间 Mapping 回去大V向量空间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这个T'它是不是存在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T'跟T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composition 把它做组合起来 然后去转换 那组合起来的转换它会怎样 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identity matrix的概念 就等于一个identity transformation 就我们前面所定义的一个什么 就是自己转换到自己的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所以它这会回到什么 回到1的是大V向量空间的identity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大W向量空间的identity transformation in this case T' is called an inverse for T 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composition的话 那我们就说T'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T的一个逆转换 好那逆转换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 请你检查一下下面的一个转换 假设T'是什么 T'是从R2 是二维时空间 然后mapping到什么 mapping到这个 polynomial 然后最高是一次 多项是最高一次 那现在有另外一个T' 就T的逆转换 它从这个 p1 就是最高一次的polynomial 然后mapping到什么 mapping到二维时空间 那他们的定义我们就写在后面 他说 第一个是把a跟b 然后这样 然后变成a加上a加bx 然后t'的话是把 c加dxmapping变成c 跟d-c的一个向量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去 确认一下 比如说你把这个 两个做composition 然后当然你要怎样 你可能是谁先谁后了 这个两个去检测一下 所以我们先 检测一下 先做t' 再做t 所以t'就是什么 就是c加dx c加dx 就是mapping以后 变成c跟d-c 那c跟d-c 我们再讲 再带入t 去做这个转换 那t的转换 会把c跟d-c 换成什么 换成是这个 啊 a加上 就是这边概念上 我们会把这个t of c跟d-c 这样子的一个向量 这样子的一个向量呢 他怎样 他可以mapping到 mapping到 因为c就是a 所以变成什么 变成是a就是c 然后再加上 a加b a加b就是c 加上d-c 然后乘上什么 乘上x 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变成是c加dx 所以你发现到说 确实又回到什么 你看到 你原本出发点是c加dx 然后你最后 又回到c加dx 欸 确实讲是mapping回到自己 那另外一边也要怎样 也要做做检测 就是什么就是先 先做t转换 然后再做什么 再做t'的转换 所以你看一下 t转换 我们假设把ab这个向量做转换 转换以后 变成a加上a加bx 然后再把a加 a加a加bx做什么 做t'的转换 那这时候你又回到a跟ab这个向量 欸 确实讲 从原本的ab向量呢 回到了ab向量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类似一个identity的transformation 那所以这样identity transformation的话呢 就表示说 它t跟t'互为什么 互为这个逆转换的概念 好 那 从这样的一个 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理论 他说 If t is an invertible linear transformation then its inverse is unique 就是你只能会找到唯一的一个逆转换 如果你这个转换是可逆的话 那你只会找到唯一的一个逆转换 你没办法找到很多的逆转换 这是好到άλ 这个地方 会逆转换 这边是一旦 也有点可逆转换 这边是个逆转换